和威宇一起看世间 大家好 最近我发布的两个历史人物的节目 好像都比较有争议性 一个是鲁迅 另外一个是汪金卫 在进入今天正题之前 我想针对这两个历史人物 先做一点补充说明 对于汪金卫这个人 我在节目中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评价 我只是阐述了一些事实 如果要问我对汪金卫的看法 我还是不能够认可他的曲线救国 因为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救国 他无法成功也正因为如此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他以勾结日本出卖国家的方式成功了 那即便是救下了中国 但是这种汉奸文化将会大行其道 会成为人们认可的一种价值观 而汉奸文化它本身是不可取的 人类的价值观应该是遵循神佛的教会 在中西方各种宗教中 都是有很高的道德标准的 包括基督教中的大爱呀 还有佛教中的包容和慈悲 还有道教中的修真 直到这个儒教中的人义理之性 这些呢都是人类应当遵循的一个价值观 而汉奸文化呢很显然 它是不符合的 那即便是汪金卫的初衷是好的 他个人的人品也是好的 但是他错在以为投靠日本 曲线救国也是正义的 恰恰天意可能并不认同 日本如果真的是统治了中国 可能呢会像是又一个清朝 最终呢是日本融入中华文化圈 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或许呢是更好的中国 但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到现在也没有被认同为英雄 那这不是中国人的认知决定的 这是这个世间的普世价值观决定的 汉奸文化呢它是不可能被认同的 不管他的出发点有多么的美好 汪金卫他虽然最终是认清了中共 但是呢他错在 总是在关键时刻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包括他之前 这个蒋介石看清中共 但是他呢却坚持联俄容共 后来另立山头 曲线救国 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另外关于鲁迅呢 我也想多说几句 鲁迅那期节目的留言呢 我大概看了一下 好像不认同威语观点的人还挺多的 其实我早就预料到这一点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 我就想过要不要做 因为做了肯定会招来一些反对的声音 不过呢我也不会因此就不说话 因为现代人太多啊 已经被鲁迅洗脑 我才觉得更应该说出不同观点来 很多人认为鲁迅敢于批评中国人的劣根性 他的言论放在现代社会也一样合适 这一点应该是鲁迅受人吹捧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呢 这并不能够成为一个正义的理由 毛泽东当年还写过很多文章宣传民主自由呢 他也写过很多文章抨击国民政府的腐败 那这些理由能够说明他的深刻吗 能够成为你崇拜他的理由吗 把祖宗十八代都骂了 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就是奴言卑息 这样的想法呀 我想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大家想过没有 其实人类社会呢 它是有一个发展规律的 从远古到现代社会 它并不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它只是一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并列关系 不论是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还是封建社会 人的幸福感呢 它并不会因此会有巨大的差异 也就是说 古代的人并不一定比现代人过得更悲惨 更可怜 或者是更不幸福 相反呢 或许他们生活得更幸福 你不能够以你目前的一种欲望标准 去衡量过去的人 因为人的幸福指数呢 它是等于你所拥有的 处以你的欲望 现代人呢 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这个欲望值也越来越大 反而因此会感觉不幸福 古代人生下来啊 就在那样的社会当中 他们的思想 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都是跟现代不一样的 这是那个社会形态下的一种生活 人类的道德标准呢 是在向下滑的 包括人的欲望 无限的放大 这些啊 本身就是一种堕落 中国人现在变成这样自私自利 它也并不是因为中华文化造成的 也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而是中共破坏了中华文化之后 给中国人洗脑以后造成的 人应该有的美德被摒弃了 灌输给人斗争哲学 丛林文化 如果整个社会都崇尚这样的一种文化 那这个社会呢 就会力气越来越重 就会充斥着残忍 血腥暴力 跟我评价汪精卫呢 是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不能够用不正当的途径 去争取一个正当的结果 批判斗争仇恨 这一套呢都是极左思潮的一个产物 大家看看文化大革命就知道了 那个年代就充斥着仇恨 斗争和批判 谁都认为那段岁月不堪回首 那这种仇恨斗争和批判 就正是鲁迅所宣扬的精神 他用这套手法 批判了中国人的祖先 批判了每一个中国人 这正是毛泽东需要的精神 也是他要灌输给中国人的文化 所以鲁迅的作品呢 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正面的价值啊 其实也被他的这种负面价值所淹没了 当然了我理解很多人无法接受我的观点 毕竟呢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正题 又一个世界巨星陨落了 香港流行歌坛的天后李文 因为常年受抑郁症的折磨 在家选择了轻生 抢救无效最终逝世 李文今年48岁还很年轻 很可惜也很意外 因为李文在人们心目中呢 一直都是非常的阳光 记忆中的李文呢 总是咧开嘴开朗的大笑 这位阳光活泼的人 确实很难让人相信 他会罹患抑郁症 李文逝世的消息呢 让人们想起了一个香港娱乐圈的 十年魔咒 每十年逢三就会有巨星陨落 1973年 华人功夫巨星李小龙 因为头痛服药以后休息 竟然一觉不醒 发现以后送医已经无力回天 1983年 28岁的香港电影圈的知名功夫演员 傅生 深夜驾车赴香港清水湾 到片场拍片的时候呢 途中发生了严重的车祸离世 1993年 香港巨星陈百强 疑似饮酒又服药 导致中毒死亡 他的那首偏偏喜欢你 到现在仍然被人们喜爱 同年逼样乐队的成员黄家驹 因为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 从舞台上坠落 不幸逝世 留给歌迷无限的哀伤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 他的那首海阔天空 成为人们表达追求自由的经典歌曲 2003年香港巨星张国荣 也是因为抑郁症 在4月1号愚人节那一天 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 一跃而下 跳楼自杀 结束了仅46年的人生 而童年的年底呢 在香港娱乐圈 被封为百遍天后 香港女儿的巨星 梅艳芳 因为子宫颈癌 病发肺衰竭病逝 年仅40岁 2023年 李文于家中轻生身亡 这是十年魔咒应验 还是巧合呢 不管是巧合还是魔咒吧 这些事情啊 确实发生了 而且呢 还都是我们大家喜爱的明星 李文和张国荣 都是死于抑郁症的自杀 而这两天网络上呢 也有很多明星都在谈抑郁症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抑郁症的一些了解 抑郁症现在呢 确实是世界范围内 一种非常普遍的精神疾病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啊 全球有3.4亿人罹患抑郁症 每年有80万人 因为抑郁症而自杀 得抑郁症的人 通常呢 都会有巨大的精神压力 有些啊 是因为生活窘迫 经济拮据 有些呢 是因为家庭矛盾 夫妻关系 或者是工作压力 那不管是因为 哪方面的原因吧 抑郁症患者 通常呢 都是因为精神压力 无法排解 时间长了 变得抑郁寡欢 精神萎靡 失眠 少言寡语 社交恐惧等等 李文的抑郁症呢 很可能是因为他家庭婚姻的原因 网传他先生多次出轨 这可能是让李文 无法释怀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为什么现代社会 得抑郁症的人 会越来越多了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呀 是因为现代人 把追求物语 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 不管是求名 求利 求感情 当求而不得的时候呢 就会感到沮丧 失望 那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走入极端以后 就会变成抑郁症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90后的男生 从小呢 性格就很内向 不爱说话 毕业以后到大城市去找工作 那找到这个工作 工资很低 环境也很压抑 所以后来身体呢 就变得越来越差 后来辞职了 就跟朋友一起住 每天躺在床上就不想动 觉得人生都没有意义了 看到招聘广告以后呢 他也不敢去找工作 看什么都烦 后来他觉得他自己不对劲 然后就上网搜索 发现自己有可能是得了抑郁症 他就到医院去检查 那检查以后 医生就诊断为中度抑郁 就开始吃精神治疗的药物 而这些药呢 又贵 还有副作用 还不能够停药 时间长了以后 虽然病情基本控制了 但他的身体也虚胖起来 不过呢 他总算是可以去找工作了 那找到工作以后呢 他就开始接触到虚拟货币和金融互助平台 感觉发财的机会来了 初期他搞这个的时候呀 因为接触的早 赚钱赚的很快 他感觉自己只要有本钱 一年就能够赚个上千万 于是就开始疯狂的借债 把父母的钱都拿去了 还借了银行信用卡 高利贷的钱 然后将借债的这个本金 将近80万 全部都投入进去 开始的确是赚了不少钱 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 金融互助平台爆雷了 他的钱也被套进去了80% 可他并不死心 开始玩其他平台的传销游戏 结果包括借债的钱呢 全部都赔光了 为了还债跟亲戚借钱 最后亲戚也反目 最后上网套信用卡的钱 被人骗了10万 他为了把钱追回来报警了 结果钱没追回来 他自己被银行给举报了 被关进了看守所 他在看守所心急如焚 抑郁症又复发了 跟他关在一起的有一个人 每天给他讲翻墙看到的新闻 还教他用VPN翻墙 但他那个时候呢 是被洗脑了 就觉得这个人讲的东西 怎么都是反华的 非常的排斥 后来这个人呢 又跟他讲一些修炼的事情 这给他很感兴趣 还给他看一些诗词 其中有一篇呢 对他触动很大 为民者气恨终生 为利者六亲不食 为情者自寻烦恼 苦相斗造业一生 后来呀 他就知道了 这首诗呢 是李洪志大师写的 做人 他在看守所待了49天 终于回家了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呢 他就决定不再吃抗抑郁的药了 因为这种药对他伤害很大 当时呢 他也没有钱再买足够的药 所以停止吃药以后呢 他又开始犯偶和恶心失眠 每天呢 都是晚上10点多就躺下 一直到早上5点还没有睡着 但是白天却不困 只是脑子懵懵的 回家以后的第六天 他终于能够翻墙上网了 他在一个网站留言 希望有人给他发送法轮功的资料 到第七天早上的时候呀 他就收到了 电子版的转法轮的书 他开始看转法轮 从早上7点多 一直看到晚上9点多 除了吃饭呢 就是看书 看完书以后 他感到 这真的是一本神书 人生的很多问题 似乎都有了答案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呢 当天晚上 他就安然入睡了 一觉醒来呀 神清气爽 从此以后 他都能够好好睡觉 饭量 也正常了 也不再出虚汗了 看世界的颜色 也亮丽起来了 原来没有抑郁症的感觉 这么的好 他想起他刚刚出狱的时候呀 走在街上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他心里生出一个问题来 他们知道自己 在忙碌什么吗 他的抑郁症好了以后 他也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了 为了名利 情 在这个世界上 苦苦挣扎着 不知道自己 为了什么而活着 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 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 不要为那些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物欲 而痛苦的生活者 随意而安 顺其自然 无求自得 让自己的心灵 变得充实一些 做精神的大富翁 就像我节目前面说的 欲望的分母越大呀 而你拥有的这个分子 如果不变的话呢 那你就会越来越不满足 你的心态就会越来越不平衡 当这种感受 越来越强烈的时候 也就是抑郁症发生的时候 古人说 知足常乐 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的节目呢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 分享一些心灵的感悟 如果能够对一些朋友 有帮助的话 那我也就开心了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